Apple和Google合作针对蓝牙追踪装置建立 Detecting Unwanted Location Trackers这项产业规范 如果蓝牙追踪装置在使用者 不知情的状况下被用来追踪他们 这项规范使得iOS和Android的使用者都可以收到警报提示 这将有助于减少滥用本意 为协助追踪个人物品的装置 今天Apple在iOS 17.5中实行这项功能 而Google现在将在Android 6.0加装置上推出此功能有了这项新功能 如果发现未知的蓝牙追踪装置 跟着使用者移动了一段时间 无论装置与哪个平台配对 使用者现在都将在其装置上收到侦测 道友物品正跟着您移动的警报提示 如果使用者在其iOS装置上收到此类警报 表示其他人的AirTag寻找配件或其他 产业规范向容的蓝牙追踪器正跟着他们移动 有可能这个追踪器是连接至使用者借用的物品上 但如果不是iPhone可以查看追踪器的识别码 让追踪器播放有助于定位找到它的声音 并取得停用追踪器的说明 Gipolo U5 Geomotola和Pebblebee等蓝牙追踪器 制造商已承诺未来生产的 追踪器将会相容于此功能 AirTag和第三方寻找网络配件从一开始 设计就采用了业界第一的隐私和安全保护措施 Apple始终致力于创新并补足这些保护措施 确保消费者的安全 如果制造商选择在产品中建立不明追踪警报功能 这样的快平台合作也是业界首例 涉及社群和产业投入 可以为制造商提供说明和最佳实践 Apple和Google将持续透过Detecting Unwanted Location Trackers工作小组与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合作 制定该技术的官方标准 以上是苹果i News报道